中國在其他的國家 到底有沒有秘密警察局在抓人呢 答案好像是肯定的 因為美國紐約警方在布魯克林區 最近抓到了兩個人 他們幹嘛呢 涉嫌營運中國警察局 被抓到之後不得了 馬上就刪手機 把跟中國官方的通聯記錄 全部被刪掉 但傑銘哥 聽說最扯的是 這秘密警察局還真難抓 據說是以麻辣燙來掩人耳目 是的 我們在談這個麻辣燙之前 我們先來談 事實上今天最勁爆的消息是 不得了 現在 中國人開始移民美國了 是移民嗎 還是繞跑 那個移民 當然這個移民很特別 當然是繞跑 因為中國去年 就沒有工作機會了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中國沒希望了 所以他們就吸家帶子 準備要闖關這個美國 他們是沒有入境許可的 但問題他們怎麼進去 這可以嗎 那現在你沒辦法在美國跳機 你現在看到畫面 這一群人全都是 已經進入到美國境內了 他們在登記 他們的資料 你看這個人容非常漫長 非常漫長 一直到底 那在這個最後的結束是什麼 就看到了美國的邊境警察 正在算這個人頭 那這個過程當中 這就是要去偷渡到美國的人 這已經偷渡了 而且你現在在做登記 你看他們打扮看起來像不像是這個 游客 確實他們必須是這樣的裝扮 因為他們曾經歷過一個 匪夷所思的叢林之旅 好 我先來解釋一下 其實這個真正是為走線 什麼走線 簡單一句話 就是要偷渡到美國 這偷渡美國基本上 它是一定的流程 先看一下他們這是一個人 這個人他已經決定 他在網路上看到有這個走線 然後到拉丁美洲之後 可以偷渡到美國 那到美國當然就人生 是另外一個人生了 因為現在中國沒機會 所以他就上面有指引 這指引告訴你說 你如何去取得一些必要的證件 然後你要去哪裡集合 好 所以他去之前 先偽造國外大學錄取通知書 然後再拿到土耳其的簽證 從伊斯坦堡飛到唯一允許 中國人免簽的厄瓜多 中美洲 他是繞了一大圈 好 那進去之後 再賄賂這些走私販 不是賄賂走私販 是走私販早知道他來了 所以走私販就把他們集合起來 打包 你看到那群人這麼多 這個畫面是另外的 這畫面是當地的拉丁美洲 就是墨西哥裔或者是這個 我們說拉丁裔的人 他們是這樣走這個叢林 好 其實最驚人的部分 其實今天的故事最焦點 就是這個達連隧道 達連隧道 這個漫長的這個裡面 路線裡面大概要走差不多 你說走私販都要經過這個地方 對不對 對 沒錯 這裡面是充滿了沼澤 溪流 還有森林 這你給感覺像什麼 像那走快樂的步伐嗎 錯了 其實那是原始森林 有些地方你是完全見不到光的 而且還有毒蛇 咬到就陣亡了 所以 所以畫面上是這些走私販 不只是南美洲的人 可能中國人也在這裡面 要一起通過這個達連的隧道 沒錯 這個我們說 其實達連隧道就GAP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森林的路 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要小看這些事情 他們從集結開始就要付錢了 每個人大概付的金額不少 大概要1.4萬美金 所以集結過程 每個據點休息都要付錢 然後這群人是集體的 就衝過了96公里長的達連隧道 那這些過程當中有什麼東西 我剛剛解釋過了 包括你知道有蚊子 然後甚至有些地方臭不可當 而且當時你看到水 那水是不能喝的 好 那這一過程當中 這個走私販子幫他們 處理這些大小事 好 西家代卷 終於可以進到這個美國領域了 那我們講到 反習近平政權的中國人 在海外相當的多 但是有人就對這些中國人出手 那就是所謂的秘密警察局 過去指紋樓梯想 但沒有辦法確定 可是這一回被美國抓到了 這踢到鐵板 這是發生在曼哈頓紐約的部分 受害者就是被壓迫的人 其實已經是陸籍美國的中國人 他已經算是美國人了 對 他是美國人 因為他的家庭背景都 家人還在中國 他對中國發表了一些看法 就沒想到有兩個人跑去騷擾他 一個人叫做陸建旺 一個叫陳景平 他就開始去騷擾他 你知道這個在美國待久的人都知道 就是法律很重要 他就警察局一告 警察正好最近中美關係不好 他們就去衝進了一個 唐人間附近營運的一個秘密警察局 這秘密警察下面是 是一個麻辣燙 一個六層樓的房子 裡面有 對 常樂公會 這是由一群福建人 在2016年的時候 他們花了大概130萬美金 把它租下來的 好 這部分130萬美金 把它租下整個大樓 結果搞了半天 你外面看這是美國常樂公會嗎 其實裡面叫什麼 秘密警察局 裡面藏的是有什麼中醫 麥拉米 馬拉糖 結果是警察局 其實裡面的人都是警察局 後來你知道嗎 前陣子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 被查完之後 他們就開了小火鍋店 結果你知道嗎 幫你端茶倒水都是中國特務 多可怕的事情 好了 那整個過程當中 這被端出來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在美國裡面 這已經成為一個既有的事實 我們去瞭解 現在中國在全世界秘密警察 至少有一千處亡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他背後 而且重點的事情 是他被逮掉的時候 做了一件事情 他們就趕快把通訊軟體 跟某一個特定的 中國高官的內容把它刪掉了 刪掉 那他們美國認為 這個高官是誰呢 應該是中國的中紀委裡面的官員 你看看這畫面多驚人 其實基本上 他透過一千多個點 中國在這裡 但全世界這麼大 所以等於他的手 是伸到全世界每個地方 而且你不知道他是用什麼樣的身分 來掩蓋秘密警察局 可能是馬拉糖 或是剛剛前陣哥講的小火鍋店 你這個都知道裡面都是 那大家好奇他怎麼獵捕 其實獵捕很成功 像中國前一百大的 這個所謂的經濟犯罪人士 到現在已經抓回六十幾個人了 那有些是自願回來的 有些是被人家騷擾的 有些直接就是把你綁架的 好 這三個手法 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 這個人叫做王靜宇 這個人 對 這個人 他為什麼後來決定要回去呢 是因為他們重慶市 就發了一個文件給他 他就跟你說 你現在手機已經關了 我沒有辦法給你通訊 所以我就發一封信給你看 告訴你 內容告訴你 因為是你爸爸已經被刑事調查了 現在已經關到監獄裡面了 你父親某某某 編號都告訴你 他現在在監獄裡 對 然後你再不回來 親情要索 你再不回來就關掉 那甚至更狠的事情是說 某某某 你家族帶有幾口 包括你外甥加起來 可能有多少口 他們三代子都不可能 到公家機關上班 甚至也不能出國 你如果不回來的話 對 所以他們用親警的方式 第一招就家人籌碼 這個非常狠 那很多人就會回來 對 那如果你不理 有人吃了吃了鐵的心 我到了國外的 我不理我的家人了 好 他們曾經說過一句話 這個內容是這樣 他們說其實中紀委 他們講過一句話 這些出到國外就像風箏 我們用這根線 就可以把它綁起來 這根線是什麼 就是家人 家人 對 那如果不行的話 沒關係 我有錢歸使鬼推磨 我找白人去騷擾你 我找各式各樣人騷擾你 到你覺得你真的受不了 你就回來了 最可怕的是這是綁架案 這是誰呢 直接綁走 對 這是銅鑼灣書店的股東 叫做貴明海 這個地點位置 他是瑞典籍的 先說你他瑞典籍的 他已經不是中國籍了 他瑞典籍的 這貝林在泰國 那他有一個人 跟他很熟 跟他打招呼 兄弟 我們很熟啊 就把他送上車了之後 三天后他出現了中國 從泰國被綁回中國了 是的 這樣的方式 就綁了很多人 其實我這樣講 早期 因為大家跟中國很熟 所以不介意 我們來看這畫面好不好 這旁邊真的是中國警察 兩邊這個帥哥 看起來就是帥哥 是義大利的帥哥 是義大利警察 我們知道義大利過去 有很多的就是華人 所以他們就邀請了 中國的公安直接在義大利 做了一個叫做聯合巡邏協議 2015年 那當然不用客氣 這大量的公安就進來了 主要是因為說義大利 有很多的中國遊客 明其名是維護中國遊客的安全 結果變成什麼東西呢 變成就是他直接就在義大利 設所謂的地下使館 所以現在大概已經有100多個 100多個很保守 實際上這數字比 他更多叫海外援警局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監視騷擾公民 更重要的事情是直接綁架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綁架事件 可是傑銘哥我想問 如果這海外警察真的抓了中國人的話 他沒辦法送送回國要放哪裡 這個好問題 所以不用問題 這個我們就舉個真實的案例在杜拜 我們知道杜拜其實很多豪宅 還有很多 這個人叫做吳歡 吳歡基本上 因為他跟他的伴侶 在北京發表對中國不利的言論 他就繞跑 他又知道警察幫他要抓他 趕快跑到杜拜 他住在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那這個中國的公安就直接衝進到這個飯店 把他們帶走 先放在一個 把他們帶走 先放在一個白色的公寓 接著就把他送到 這個離杜拜大概也連距離的一個 安獨的這個別墅 就你知道本人別墅裡面每一間房 都把他改造成什麼東西你知道 改造成監獄 他就了解裡面有另外兩個 秘密監獄 對 他說另外另外有兩個 維吾爾族的女生在裡面 其中一個維吾爾族的女生說過一句話說 我不要回中國 我要回土耳其 那經過這段時間他就關在裡面 那關裡面目的很簡單 就讓你恐嚇 告訴你永遠離開不了這裡 你趕快寫悔過書 把你那些串攻的人就寫出來 所以他被迫就指責了他的這個親人 他的這個慧芬夫 那最後他在荷蘭得到這個援救 所以過程當中 他總是有照天上把人關起來 好了 當然這不只如此 事實上我們知道商人重力 那他除了透過所謂特別警察 來監控人之外呢 其實他有一個厲害的事情 是拿錢 拿鈔票 來賄賂所謂的重要的商人 好 這個人叫做切爾哥 那切爾哥其實坦白講 他是一個非常資深的 澳洲的一位行銷主管 他曾經在中國工作 一段很大的時間 他被逮捕了 為什麼逮捕呢 因為他提供了中國 有關澳洲的梨礦開採 甚至他因為他人脈很廣 他也接觸到澳洲的一些 執政黨的這些官員 他們提供了 提供了就是AUKUS 就是澳洲 這什麼聯盟 澳洲 英國跟美國的核子聯盟 不是澳洲要做核子潛艇嗎 那麼這個AUKUS的目的 就是要做核子潛艇 這件事情對中國來說非常不安 因為等於是中國79艘的潛水艇 很可能都被澳洲的 這種沒有聲音的核子潛艇 給監控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們很想了解 這AUKUS裡面到底談了什麼事情 有什麼機密 對 那這個就透過他 那已經被逮到的事情是 他直接把情資交給了兩個間諜 那為什麼這事情那麼重要 我們來看這個地圖就知道了 事實上我們知道 中國其實雖然沒有錯 這個俄羅斯會提供他的石油 但很抱歉 俄羅斯所提供他的石油 大概只有18% 所以他另外80%的石油 還是要透過這個南海 運輸到這個澳洲 好 這第一點 那天然氣 沒錯了 俄羅斯也提供天然氣 對啊 但很抱歉 他59%的天然氣 還是要透過南海 澳洲這個地方進來 那想一件事 如果澳洲真的做潛艇的話 他潛艇等於是把整個區域的地方 都是他的這個監控範圍 其中也包括了麻六甲海峽 那這件事情對於中國來說 可見是大事了 今天我在太平洋地區 我已經要面對了 這個美國的潛艦了 我現在在澳洲這邊 我還遇到整個大西洋的這個 澳洲的這個潛艦 那我們還有少提見的事情 其實他們還進口濃郁產品 是從拉丁美洲來的 拉丁美洲 中美洲 也要經過這個地方 也要經過這個地方 所以整體看得出來說 對於中國來說 這AUKUS是一個大賜 那他也用花錢的方式 來取得資訊 所以中國不外乎 就是威逼利誘 甚至用所謂的強迫手段 把他要人帶走 但是他想要資訊就花錢 就有人可以給他拿錢知道資訊 所以中國看起來除了他人民活不下去 必須要逃到美國之外 事實上中國在國際的間諜手段 是無所不在 藍營的總統人選到底有誰出現 現在兩個呼聲最高的候選人 動作頻頻 說跟我們聊一下 郭董今天他召開記者會從日本回來 他記者會 太太曾信在 他的兒子郭守正也在 郭董提出了三個自信 可是在記者會過後的民調變化 好像有一些玄機 今天的記者會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沒錯 郭董從日本回來之後 他今天在愛美酒店召開一個說明會 對不對 就是他這一次去日本 包括說像是科技 經濟 政治的日本開拓之旅 然後其實他發的採訪通知是 前進2024積極備戰 所以當然他言下之意 就是他想要對他總統大選的選舉 他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當然他整個說明裡面說 講到說他這次去日本見了什麼麻生太郎 然後討論非常多議題 少子化 核能等等諸多議題 再再來就要展示什麼 我的國際人脈 對 我國際人脈 上次去美國 人脈真的很廣 對 然後這次又去日本 那我的人脈很多 同時他當然要說 他一直在思考台灣的問題 包括說未來台灣的怎麼走 未來台灣要怎樣的領導人 然後他就說了所謂的三個自信 他自己講他自己 他有自信讓台灣擺脫 中美之間選邊站 然後被兩大國擺佈 然後走出自己的路 這個真的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他能夠做到我們也真的 希望他能夠真的做到 因為目前台灣感覺就是被兩大國擺佈 對 沒錯 好 第二個是帶給台灣有尊嚴的安全 讓經濟成為尊嚴最好的基礎 第三個是說有信心把台灣的 目前我們都說是亞洲的彈藥庫 然後變成是澳視全球的亞洲科技島 當然他如果三個自信講出來說 好像是他的總統大選的宣言 除了這個之外他說什麼 他說其實他為什麼會想要選總統 他說從這個之前在買這個疫苗的時候 跟這個BNT買疫苗的時候 他就認為說應該是把人民放在首位 所以他當時就認為說 應該好好的來思考整個 從參選這次總統的這個狀況 好 但是我們就來講一下 這是台灣民進基金會發布的一個 這個算是他的調查報告 他調查裡面來說的話 他的樣本數是1068個 他針對郭台銘的這個人氣 我們知道其實他用一個 所謂的溫度的這個狀況 那整體的溫度平均溫度是53.57度 說實在其實溫度不高 那包括說你看他的好感度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好感度來說 這個51以上的話只有37.6 那另外這個沒有感覺 或是說反感的其實比例都在上升之中 包括說你看整體人氣 他有一個對比 因為他之前在之前這個 他買這個所謂的BNT的時候 曾經有做過一次 他當時的人氣是76.15 這次已經掉到53 好感度成75.3掉到37點多對不對 他宣布要選總統之後好像好感度下降 對 反感度增加 就是從2到19.7 那五感是這樣的狀況 那根據這個游吟隆老師的說法是說 他對比之前的 因為他是買BNT疫苗當時他就說 以過去的這個兩年 郭台銘的人氣已經開始直線的下滑 那他的結論是說有點類似像 前這個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的遭遇 就是說從雲端變成凡人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今天當然他很有自信 可是我覺得擺在他眼前的是說 他的人氣顯然要再衝高 要怎麼去衝高 我覺得這接下來看郭董怎麼出招 好 那郭董的人氣要衝高 可能要看對手有沒有辦法禁閉 如果對手禁閉的話 郭董要衝高人氣就有一點點的難度 對手當然就是侯友宜 對 我們知道侯友宜最近為止的說 他講話其實越講越白 就是說好像他應該是 差不多八九不離死 準備要出來參選的 譬如說他最近講什麼 我這一聲效忠國家 愛我們的人民 這是我一生不變的這個職志 以前到現在未曾改變 這樣講的就已經呼之欲出 他是這樣一個狀況 再厚厚做歹事 對 因為他明天就是要去新加坡去訪問 那這次當然就是說 他這次是四天三夜的 這個市政交流的狀況 當然很多人就問他說 那你會不會見到這個李顯龍 或是說怎樣 他說沒有 他這次主要是 去一些大學參訪 然後跟當地的一些 所以有一個青創一些 甚至是第一副 因為別的候選人 都已經跑去外面爬爬罩了 因為他現在要展現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國際觀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總統大選裡面來說 可能會很多的選民 會把國際觀看成這個 非常重要的重點 你看這個之前 這個包括說像國台已經去日本 美國 日本跑回來了 柯文哲現在也在美國對不對 當然你也要展現一下 你的這個所謂國際人脈 所以他現在要這樣子 那當然綠營的就說 你不要撐最近好像有這個 你一些爭議事件的時候 你跑出去 他說沒有沒有 我本來就已經決定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為止這個民調 這也是台灣民意基金會做的 他說當賴猴柯 就是我們對比兩個 一個是這個民進黨的話 是賴清德 是確定的 那這個民眾黨是柯文哲 那國民黨因為現在有兩個人 一個是侯友宜 一個是這個郭台銘 所以他的變數是郭董跟侯友宜 我們來對比他們的三咖對決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賴清德對決侯友宜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看前兩名 你可以看到前兩名的差距 約莫是在4%左右 但你可以看到郭台銘跟賴清德的時候 他們就有點拉開 好像是到9% 那因為不只是拉開 你柯文哲在對上這個 郭台銘還有賴清德的時候 他顯然會比較高 他會分走郭董的票 所以就是說其實看起來的話 如果就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裡面來講的話 他似乎對郭董是稍微比較不利 另外我們再看一個所謂趨勢圖 你可以看到趨勢圖來說的話 其實賴清德之前衝到36.2之後 好像就有點衝不再上去 因為當然跟最近的國民民進黨裡面 有一些所謂的地方的立委選舉 有一些紛紛擾擾造成影響 他往下降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 就是這個侯友宜開始在往上升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不會是一個 未來有可能會從國力反彈 甚至會不會有可能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我們就看接下來的民調的狀況 好 民調狀況對於林雲來說 可能要考驗但還有他內部 各個部長解決事情應變的能力 我們講到缺電好了 昨天有個新聞引起網友的炸鍋跟討論說 我們在以前說這個去大賣場 溫度不能超過26度 但現在新的政策是說 去餐廳吃飯用餐時間 業者的冷氣不能開得太低 要寄出限溫令 否則會被開罰 而且這罰金比你違規交通還要來得貴 這是有點好像是急轉彎 這個事情好像已經不見了 沒有件事情了是不是 對 被罵怕了 這是自有他看出來的 他說餐廳飯店的新限溫令 我們知道是26度 現在是22到24度 用餐去算 這其實是能源局說的 他就說首波要在連鎖餐飲 觀光飯店等1300的據點 事辦到明年底 最快後年正式落館 冷氣溫度要控制在23度 當然可以上下一度左右的浮動 但是如果違反的話 他說複查沒有改善 會開罰2萬到10萬以下 2萬以上到10萬以下的罰款 而且可以連續罰 還可以加倍罰 這個出來當然大家炸鍋 說你幹嘛要有這個 當然國民黨馬上又說 你看這是什麼 假借所謂限溫令 其實就是因為你缺電 就不要你開得太低讓被電 所以他就說直接打臉說 蔡英文總統說不會缺電 王美華說不缺電 整個是打臉 結果王美華說沒有啦 這個跟這個沒有關係 只是說因為你去吃飯的時候 有時候太冷的時候 你會不舒服 而且又浪費電 之前是這樣講 這顯然被炮轟到不行 他說沒有 我們現在採入資源參加 不是這個限溫令 那也沒有法則的規定 所以也就是說一天的政策 釋出來之後被人家罵爆之後 就趕快轉過來 可是怎麼一開始 會有這樣的想法 哪裡學來的 對 當然就有媒體人去找出說 這個法令好像很眼熟 這其實是什麼 這是中國他們對岸的時候 公共建築室內溫度控制管理辦法 裡面來說話 他說室內溫度不低於26度 夏天的時候 夏天不低於26度 那冬季溫度不得高於20度 所以他就說是什麼 綠共一家親 那當然我覺得 你要用這樣去酷手也可以 但是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限溫令的確代表了說 政府可能對於電 他有一點點疑慮的情形 好 感謝四聰哥 到底現在夏天接近 溫度越越高 我們冷氣你這個調降溫度的手 還不能按得太快 一旦溫度沒有達標的話 可能會被罰錢 可是文綺哥 為什麼昨天這個自由時報 比較親綠的媒體爆出來之後 今天王美花的態度馬上罰家彎 因為他現在犯了一個最大的錯 我覺得就是說謊的最高的境界 就是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說謊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如果我們剛才已經四聰哥有提到了 原本我們說如果交通罰案 要罰了所謂的三萬六 可是沒想到他昨天 就是今天一開始 如果你不要已經開車撞到路人 要罰三萬六 對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 原本的所謂的罰則是到十萬塊 坦白講這很明顯的 就是違反了所謂的比例原則 你就會知道 如果冷氣開太低要被罰十萬 對 所以我才會講 你很難想像說一個政府 說得怕死人 做得笑死人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會現在發現 他也許心中原本最軟的那一塊 不是勞工 其實他要欺負的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這些善良的老百姓跟企業組 對 因為你確定不解決 然後去懲罰用電的人 沒有 因為事實上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真的欠電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時候 如果我跟明君報告兩件事 其實兩個案例 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過年的時候 記不記得他提醒我們要拔插頭 這件事情你還記不記得 而且現在台北市所有的新的賤案 我跟大家報告 他們都必須跟台電簽署一個 所謂的優先願意被限定的 我跟大家報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代表有鬼 因為我們反正違背正常 就必有貓膩 必有鬼 而且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一件 剛才我們看到的 他們比照了所謂 他們最好 就是說自己號稱說對岸是敵人 就用的是對岸的一個方法 我們看到 可能啦 可能啦 對 因為我要請教明君一件事 請問我們台灣是不是個 民主法制的國家 如果是的話我們不是應該尊重 所謂的市場機制法則 再來使用者付費 我講白了 當然不是說有錢就是任性 但是老百姓要用多少電 企業主要用多少電 關你舒不舒服 坦白講 當王美花說不舒服 真正最不舒服的是我們 因為是欠電 而且我跟你講 跟大家報告 真的如果對業者要省電的話 他自己說我錢花了太多 然後我自己就會省電 所以王美花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脫褲子放屁 因此我要講 如果套用我們看到的一部電影 叫全民公敵 不是 他如果不是笨蛋 就是天才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王美花做的 基本上大概是笨蛋是無物 因為他現在所作所為 基本上你就看到他學的是綠共一家親 不過我要跟明君講 坦白講 如果蔡英文總統都說 2024不是他的事 我們的阿花部長說了這件事情 法夾彎又怎麼樣 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的法夾彎 因此我覺得缺電的這件事情 可以證明 再次證明 民進黨全部一直都是在用騙的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全民君 我是李嘉銘 敬請鎖定